快看,不要怀疑,这是用AI生成的影片 嘿,我是忍者妈妈,带你使用AI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 有没有什么AI工具可以让你的人物轻松动起来呢? 我们今天要来讲Vigo Vigo是建立在GST-1之上 GST-1是第一个具有实际物理理解的影片3D基础模型 可以让角色按照你想要的方式运动 首先来到Vigo的网站 这边有两个入口,一个是透过Discord来使用 另一个是网页版的 网页版5月22才正式启用 我们先讲透过Discord使用的部分 点选Join the Beta,加入Vigo的Discord 前面一样会做个简单的试调 进入之后,左手边这一排Animate都可以使用 在这里输入斜线Animate,上传图片 可以用文字输入动作提示词 也可以直接复制现成的动作指令 现成的动作指令要去哪里找呢? 点选官网首页的Prompt for Discord 官方这边有很多现成的动作可以选择 点选动作,右手边可以放大看 开启右上角的Motion Source 可以看到原始的档案 按这里直接复制指令 点选OK,回到Discord 贴上动作指令,选择背景 有纯白背景、绿幕或是Front Template Front Template就是这个动作原始影片的背景 如果影片之后有要去背,记得选择绿幕 选择FindTune按Enter送出 传送成功后机器人会回应你 如果没有收到回应就要检视一下讯息有没有送出去 完成之后可以在收件夹这里找到档案 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如果现成的指令或文字提示都无法生成我想要的动作 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自己拍影片 使用斜线Mix 上传自己的图片及影片 选择纯白背景或绿幕 选择FindTune 按Enter送出 就可以克制自己想要的内容咯 另外它还有两个指令 一个是这个 用文字生成人物及动作 另一个是这个 只要上传大头罩 用自己的图片的脸 再加上文字生成的身体 服装、动作 这两个指令之前有开放使用 先在调整中 之后会开放使用 再来我们来讲网页版 点选Join a Beta 进入这个页面 一个是操作的页面 另外一个是你生成的内容都在这边 好 我们就来试试看网页版有什么不同吗 在这边上传我们的图片 它这里有建议最好是全身照 档案大小不要超过10Mai 这里有一个社群规范要遵守 就是不能拿别人的照片、影片 不能有色情暴力、血腥 或是跟政治宗教相关的创作 这些是尝试哦 我以前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 主管就有交代 政治、色情、宗教是作业务的三大经济话题 如果违反社群规则 会被停权 任何公司都想保持中立 不想得罪任何人 在这边上传我们的影片 影片环境光源要足够 影片动作要清晰流畅 最长30秒 一样要遵守社群规范 或是选择动作样本 然后选择背景 纯白、绿幕或是原始影片的背景 原始影片的背景是指动作样本里的 自己上传的影片没有这个选项 model只有V2可以选 开启提高画质 按生成就可以了 生成之后按这里下载影片 点选这里可以重新命名 点进去影片可以看到它的设定资讯 这个资讯目前看不出来有什么用途 应该只是用来管控那些违反社群规则的影片 前一阵子在Discord上的确有看到一些不堪入目的内容 所以他才会做这些防护动作 今天Discord上面也有多一个功能 每个影片下方都有一个检取按钮 就是让大家检取那些不堪入目的内容 家里如果有让未成年的孩子使用 有时候要记得关照一下 假如我前面已经先用人物A加动作B生成影片了 我现在要用人物B加同样的动作B 我就可以直接点选reuse 它就会自动带入前面的资料 我只要把人物资料删除 然后上传新的人物B 再按生成就可以了 反过来也是一样 要用同样的人物做不同动作 把动作的影片替换掉就可以了 这个功能可以帮我们省下很多时间 尤其是使用官网的范本 不用再重新寻找 我们之前曾经上传的照片跟影片 在这两个资料夹可以找到 但会保存多久 这个就不清楚了 然后这里有一个feedback 可以透过这里将问题反映给官方 使用这个工具会遇到哪些问题 我们要如何避免这些问题 现阶段要怎么善用它呢 请看下集 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是不是很简单呢 赶快去试试看吧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站在AI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吧